新加坡熊市队门将哈桑桑尼、哈桑桑尼在中国爆红后备受关注 近日更是正式出任中国加密货币火币HTX的首席安保官和品牌代言人 继以18万多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哈桑桑尼英文国际域名哈桑桑尼、Kalm之后 新加坡足球队队长哈里斯、哈伦的英文国际域名也出现在了域名拍卖市场 波场川创始人HTX全球顾问委员会委员孙宇晨 哈桑桑昨晚在X平台发文表示,欢迎顶级守门员桑尼加入波场川和HTX 他强调,这次合作标志着区块链领域安全和资产保护的新时代 孙宇晨表示,正如桑尼在球场上始终奋力守护球门底线 拯救国族于水火,让亿万球迷赢得新生 火币、HTX和波场川将以同样的决心 守护用户资产安全、产品体验的底线 只要我们默默努力,终有一天会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英雄 火币、HTX表示,哈桑在球场上的无畏精神和卓越表现 使他成为火币、HTX的完美代言人 并相信他能更好地守护每一位用户的资产 确保用户可安心投资、放心交易 火币、HTX还为合作签约仪式进行直播 孙宇晨在直播中透露 自己也被哈桑在场上顽强拼搏的精神与职业素养所打动 他希望火币、HTX的团队能够像哈桑在足球场上守护球门一样 自始至终守住用户资产安全的底线 哈桑桑尼则在直播中和大家问好 并表示,很高兴成为火币、HTX大家庭的一员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踏上接下来的旅程 记者发现,既在域名交易网站 有人以18万多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哈桑桑尼英文国际域名 哈桑桑尼、Kalm之后 新加坡足球队队长哈里斯、哈伦的英文国际域名 哈里斯、哈伦的英文国际域名Harris Harun、Kalm 也出现在了域名拍卖市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关注新加坡之音